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在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审查要求下 微软旗下的专业交流平台领英宣布 将关闭其简体中文版网站 在推特脸书早早被禁 谷歌被迫撤离中国之后 领英被认为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 最后一个西方社交媒体 多年来领英在中国严格的审查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而她的撤出又标志着什么 今天我们请到人权观察 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女士 和美国之音记者文浩 来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两位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好 文浩 首先我想请你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领英他宣布撤出的一些具体细节 好吗 文浩 没错 领英在进入中国长达七年以后 是终于在今年的10月14日宣布说 将会停止领英的中国网站的运营 那么这个领英的工程部的高级副总裁 莫哈克施若夫是在一份公开声明当中是表示说 说领英决定要日落他们的这个领英中文网站 那他是说领英在中国多年来是取得了一些 在这个帮助中国的客户寻找工作机会上的成功 但是他是说领英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功能 在中国没有取得同样级别的成功 那么同时领英也是在中国面对着这个挑战性增幅巨大的运营环境 和越来越大的来自中国当局的这个遵从要求 那么在同时领英中国的总裁陆坚也是在领英中国的微博账号上 也是发布了一篇声明 只不过声明呢 这个中文版的声明和英文版的非常的不同 那不仅是这个中文版的声明并没有提到这个 英文版提到的这个运营环境的挑战 或者是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 那么中文版的这个声明只是说呢 说领英中国要对他们目前的战略进行调整 会发布一系列全新的产品及服务 那将专注于提供连接职业机会的价值 不再涵盖用户原创内容的发布与分享这个的互动功能 那么这个他所说的这个领英中国即将提供的一系列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呢 是一个名叫做injobs的应用程序 那这个程序是只针对中国的国内开放的一个工作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呢提供的功能将只包括找工作 而不会包括任何的社交功能 那么在这个领英中国的微博下面的回复当中呢 我们看到是用户们是表示了惋惜啊 那么这个受到点赞最多的一位用户是说呢 说领英在中国的优势从来就不是找工作 而是他的这个社交的这个这样一种功能 他说很多人都是通过领英拓展了在这个职场的人脉 那么另外一位受到点赞很多的用户也是表示说呢 说领英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平台 整体素质偏精英化 不管是找工作还是找客户都很靠谱 没有民粹也没有粉红 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下算是无比难得了 是 接下来我想请问亚秋哈 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文浩说到了 说领英这一次强调说 接下来他针对中国推出的这个injobs这一款应用程序 将不会包含这个职场的这个社交的功能 但是呢 刚才文浩也提到说 其实很多的领英的用户 很多的网友 他们也提到说 这个社交功能就是把领英和中国国内的 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 社交网站 还有这个招聘平台区别开的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自己在美国的使用经验 也是让我觉得这个领英 他的这个职场社交功能 是他的一个特点之一 那么亚秋 你怎么理解这个领英的这样一个决定 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对很多中国的用户来说 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因为大家都觉得刚刚文浩也提到了 就是微信还有微博 现在已经被粉红或者是民粹主义者 或者是政府的那种宣传口号给全部泛滥了 觉得领英还是一个比较洁净的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没有了 对很多的用户来说 确实是一个实际的损失 然后我觉得对国外的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损失 因为领英它现在成为一个 唯一你能和中国国内的人 进行连接的一个平台 而不需要使用中国国内的一些apps 比如说你不需要用WeChat 或者用微博跟国内的人进行交流 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要承认 就是对国内和国外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损失吧 但是我觉得至于为什么 就是说微软做这个决定 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其实领英只占了中国 中国的领英的市场 只占了微软只有2%的那个收入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市场 虽然领英在中国大概也有5300万的用户 它整体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收入的来源 还有就是说领英在国内 它一直在这样就是生存下去 有很多的一个风险 比如说自我审查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中国政府用它 在国外找进点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领英在权衡 就是说它的风险 还有它在中国能取得的一些效益 它决定退出了 是我们除了领英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在西方比较用的频繁的社交媒体 像谷歌脸书还有推特这些 那这几个科技公司也是早早的 其实就离开了中国 也都是因为中国当局的这个审查要求 那这些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社交媒体 都已经是不在中国运营了 那文浩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领英它能够在中国 顺利的存活这么多年 是 卡拉 其实领英在中国存活这么多年的理由 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它遵守中国政府 要审查的这个要求 那么其实早在2014年2月份 领英决定要进军中国的时候 那当时的这个领英的首席执行官 这个杰夫维纳尔 就在这个声明当中表示 在中国做生意的前提 就是你需要遵守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 那么虽然说领英强烈支持表达自由 并且从本质上不认同政府审查 但是他说领英的进入 是可以帮助中国的国民 寻找到更好的经济机会 实现梦想 那也可以帮助这个中国海外 在海外的一些公司 寻找这个生活在中国的一些人才 那么当时在这个声明当中 领英是说呢 领英会在中国的运营 会遵从三点原则 那么首先呢 就是只有在中国政府要求的时候 领英才会进行审查 并且不会超过政府所要求的 这个审查的幅度和范围 那么第二呢 是领英会对在中国的运营 保持透明 那么也会通知用户领英所进行的一些审查行为 那么第三点呢 说领英会采取大量的措施 保护用户的权利和他们的数据 那么领英也是在审查方面说到做到 那么就在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年 在2014年的7月份呢 那当时这个在英文世界里 非常著名的一位中国观察人士 和这个媒体人Bill Bishop 李明璋就发现呢 他在领英上所分享的一篇 《华盛顿邮报》有关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文章 是遭到了屏蔽 那么当时呢 领英是对他的解释是呢 是因为领英在中国开设了地方网站 所以需要这个遵从中国地方的法律 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 那李明璋当时他仍是在美国的马里兰州 也就是说呢 领英为了遵守中国政府的要求 是屏蔽了一位美国人 在美国境内分享的美国媒体的报道 那么领英更常见的一种审查方法呢 是他只屏蔽这个你在中文版上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 前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周峰索 就发现了他的资料 无法在领英中国网站上显示 那么当时事件也是引发了一些关注 那么领英也就是立刻取消了这个 立刻恢复了他的这个用户资料 那同时说呢 说移除他的资料呢 是一个系统错误 那么领英也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不断就是尊从 尽可能的尊从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 而在这个中国慢慢的作大 那么到今年为止呢 领英自己的数据是显示呢 他在这个中国有这个5400万的用户数量 是仅次于他们在美国和印度的用户数量 文浩那你刚才提到这个领英 他在中国运行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去顺应了 中国政府的审查的要求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又是 怎么会突然恶化到 他要关闭中文版的这样一个程度 没错 领英虽然说是尽可能遵从要求 但是似乎还是这个达不到中国政府的这个期望值 那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 是中国政府就是警告领英了 当时呢这个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是援引相关的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呢 说中国当局认为领英是依然没有能够有效的控制 他们平台上的政治信息呢 那于是是要求领英进行一个自我评估 并且要把报告送交中国的网络信息办公室 那么领英也是在随后的30天里 是禁止了任何来自中国的新用户的注册 那么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 领英又是再次受到了点名批评 被这个网信办认为是有这个违规收集 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 是要求他们进行整改 那么从今年5月份开始呢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和中国相关的研究者 学者 意见人士 活动人士和记者是发现了 他们的资料被不断的从这个领英的中文版上移除 那么事件也是影响到了美国这边 那么在9月份的时候呢 有三名这个常年报道中国的美国记者是表示说呢 他们收到通知说领英告诉他们 他们的用户资料 他们的这个用户信息被从领英的中文版上移除了 那么这三名记者之一的这个 在这个新媒体Axios工作的背书影呢 是在推特上就详细介绍了他的经历 那他说呢 领英告诉他 除非他主动更改自己的信息 否则他的用户资料是永远不会显示在领英的中文版上的 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关注 共和党的参议员斯科特呢 是立刻就置信了领英的母公司微软的这个 总裁是强烈的谴责他们这个顺从中国政府的行为 那么在不久前的10月14日呢 领英也就是最终宣布说他们即将关闭领英在中国的服务 是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亚秋哈 我们刚才听文浩介绍了领英在进入中国之后的一系列的决策 那么他们在进入中国的这个声明中呢 也是说到说虽然他们是反对中国政府的审查 但是呢能把中国的职场和整个世界连接起来 还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他们是愿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这个妥协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事到如今呢 他们还是做出了要撤出中国的这个决定 所以我想请问亚秋 你怎么看领英这些这一系列决定的 这个背后的这些这个考量 以及领英这么做他的好处 他的得到的这个利益 还有得到的风险都有哪些 我觉得就说领英在前几年 他在不停的自我审查的时候 很多就人权人士包括我都在说 这个事情这种自我审查是没完没了的 会变得越来越差 现在领英终于意识到了 确实就说没完没了 他自己都受不了了 所以他要退出了 这个就说这个不仅仅只是关乎于就是中国互联网 这个关乎于全世界的互联网 因为微软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企业 就说威权国家不仅仅是只有一个 只有中国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想要 就是说要审查自己国家的网络 所以说像比如说沙特政府 他以前就说过 你这些大公司愿意在中国进行 帮助当地的政府进行审查 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助我审查 所以他整个就是说 微软这样这样做的一个一个行为 它是有一种就是说 raise to the bottom 就是大家都朝最高 最糟糕的方向 奔跑去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他这个整个全世界的网络自由 都会被微软公司这样的一种不停的妥协的行为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他这个撤出的一个行为是值得肯定的 是 那我们说到这个撤出 我就想起这个谷歌他在2010年也是因为拒绝审查这个方面上妥协 他是决定退出中国 那么其他的西方媒体也是接连撤出了中国 文浩你还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背景 没错 谷歌这件事情我想是让很多人都印象深刻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2010年3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谷歌是表示他们是不断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 以及这个中国政府的审查要求 于是决定把这个中国 谷歌中国的域名是转移到谷歌香港 那么在当时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用户依然是可以通过访问谷歌香港 来使用谷歌的一系列的搜索服务 不过也是他们发现的这个用户们也是发现 他们不断的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 比如说你在使用谷歌香港的时候 如果你搜索一些被这个中国当局认为是敏感话题的关键词 那么这个你和谷歌的这个网络连接就会被断开几分钟 那么到最后呢 中国官方是干脆直接把这个谷歌香港的整个的这个网站给屏蔽的 把这个谷歌从中国大陆完全移除 是 那这个现在我们再说到领英这个事件 亚秋 我想知道 我想请问你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评论认为说 现在中国对这个对美国企业它收紧这些审查 其实是和这个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我想请问你就是就你的观察 中国现在的这一系列的做法 是说和美中和这个美中关系恶化有关系 还是它在不断收紧对言论自由的审查 还是说我觉得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中国的这个这个钳制和审查到底会扩大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会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评价是什么 就是中国它对言论审查越来越严 这是就是我觉得自从北京奥运会之后就都就开始了 这个已经十几年了 当时就说没有就是中美关系变得更糟糕这个迹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审查越来越严格是独立于中美关系的恶化的 所以说它不仅是对国外的公司进行 就是对他们的控制越来越严格 它对国内的控制越来越严格 这是整一个 它这种对公司的控制是整一个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的一部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就是说中国政府对国际公司打压 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变得更加的这个 就是对中国政府的态度越来越糟糕 我觉得这两个我觉得是独立的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些媒体是在报道中提到说 领英退出中国和即将生效的一部中国的法律有关 文浩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没错他们提到的这部法律是即将在11月1号生效的 这个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那这部法律是规定说呢 这个在中国境外的这个公司 如果要处理中国国内的公民的这个个人信息的时候呢 是需要向这个中国的官方 是需要在中国设立一个特定的代表 并且把这个代表的姓名和这个一些联系方式 要送交这个中国的官方 那么就有一些法律分析人士是认为说呢 像领英这种储存着大量的这个中国国民的职业信息的网站呢 将会不得不要接受这个中国方面的 中国方面的安全审查 那于是呢 这也是促成了领英这次宣布他们要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 好的 亚秋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刚才文浩提到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 我想肯定对西方的科技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他们现在有没有做些采取些什么措施 或者说你认为他们能做些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任何国际大公司来说 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尊重人权 尊重大家的言论自由和隐私自由 要就是说像微软这些大公司 苹果这些大公司 它都有自己的一些人权原则 那你首先要尊重自己 自己所做的人权上的承诺 不要做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的帮凶 如果你实在在中国无法在一边尊重人权 一边又能待下去 那就撤出来 而且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个 就中国它很多法律 它其实是用来 它可以是一种口袋罪 它可以用任何一个法律来借口来整你 如果他对微软觉得你微软不听中国政府话 他就说这个根据这个法律 你做了什么什么 然后对你经营罚款之类的 所以就对这些国际公司来说风险很大的 我觉得国际公司大家要联合起来 一起来反对中国政府 对言论自由和隐私自由的侵犯 好的 非常感谢人权观察中国部的研究员 王亚秋女士 感谢文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